就在明天,2021中国金基百花电影节将在厦门开幕 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在此如约而至 我们的Vlog组合雄伟、蓝蓝也已经上线 将带给大家全方位了解金基的台前幕后 明天晚上,2021中国金基百花电影开幕式 继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基奖提名者表彰一事 将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上演 今年开幕式有什么样的亮点 舞台效果如何 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提前探秘现场 已经做好了迎接金基的准备 又到了金基时间 今年还是我俩带大家看金基聊金基 其实最近相关的系列活动已经开始了 但目前我们最期待的一个大活动就是明天的开幕式 而且据说明天的开幕式包括点亮金基的环节 都跟去年有非常大的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 先去看一眼吧 在集团馆的路上呢 你会发现全城的经济氛围感都已经拉得满满的 而且今年不仅有的看还有的玩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山路 在这里发现了这么一个打卡点 在这边你可以留下自己的手印 咱俩也留一个吧 对,都拍了三年的布老歌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那么明天晚上开幕式就将在这里举行 而且在外围看我们厦门电视台的转播车 包括一些应急保障车辆都已经到位了 是的 我估计里边也差不多了吧 没错,我们赶快去看看 我们已经听到了音乐的声音 演之人员此刻正在进行彩排 来来来 感觉怎么样 时间挺感挺累的 但是效率也挺高的 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演出 期待就是演出当天 比如说谁坐在台下能看你们演出 他害羞 小子也不过了太多的名字 很紧张 但也很期待 其实拍Vlog拍到第三年 我们会发现每一年的开闭幕式 都会给我们呈现不同的景色 尤其是这个舞台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 它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这种舞台 感觉我们是被包裹在里面 对,满满的经济氛围感 而且我在这个舞台后面 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来看看 就是它 我们相信这一只金鸡 肯定是会亮相的 但在哪个环节现在还不知道 但我相信它亮相的时候 一定是很精彩很惊喜 值得大家期待 今年这个设计 我们的出发点想做一个 可以变化的这样的开幕式 所以我们这次用的四字五组矩阵 可以上下升降的LED屏 还有12根可以左右开的矩阵 就是这样可以去实现 横向的跟纵向的这样一个变化 导演是为了补充一些影像 尽可能把舞台上的一些元素 扩张到观众学这边来 就尽可能有一种沉浸式的这种感觉 其实每年的开幕式 大家最期待的环节 应该就是点亮金鸡了 对 但这个环节 每年的保密工作 做的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在现场 也看到了这个环节的导演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我问你啊 那个点亮金鸡 有没有什么关键词 你可以形容吗 关键 我一上来就泡关键词 主要是主题用点亮 点亮全程 你不要一直真的不要弄 看来魅力还不高 虽然导演嘴很紧 但我们多少 还是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今年的点亮金鸡仪式 将与整座城市融合在一起 在科技元素的助力下 金鸡与厦门 有了更完美的碰撞 在点亮金鸡这个环节中 开闭幕式场馆之间 也会有所呼应 我们现在就是在 闭幕式的举办地 海峡大剧院 现在在我们身后 大家可以看到 两块巨大的大屏幕 已经立起来了 也就是说明天的 开幕式现场 这两块大屏幕 会发挥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据说会呈现出 裸眼3D的一个效果 那这里会呈现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 应该卖个关子 今年是中国电影金鸡 奖创立40周年 也是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40周年 两个40周年的碰撞 似乎早已注定了 金鸡与厦门的缘分 我们一起期待 今年的金鸡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